请讲述一下李克森的神仙思想 对传统基督教的影响 以及他在传统基督教里面的一个位置 这个议题非常重要 因为随着中国基督徒越来越多 中国教会无论是天主教 还是我们新教跟普世教会的往来越来越多 海外移民的华人信主的越来越多 中国政府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重视也是前所未有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丁主教 以他的个人的见证影响了很多学生 在中国各地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无论对丁主教的评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他的影响都是很大 所以我是受丁主教的影响邀请进入中国教会 那么我教了这十几年的系统神学跟历史神学 也去了那么多地方的华人教会 我越来越觉得黎弟兄 黎图森弟兄 他所创建的中国弟兄会这个传统非常珍贵 原因是什么有三点 第一点从这个大公教会的传统来说 圣灵在每一个人类不同的时期都会以特殊的方式来兴起一些走近前的 圣洁的教会路线的人 他们所组成的教会是对这个主流教会一个巨大的这个制衡 最大的监督也是一个巨大的补充 因为主流教会担负的责任很大 但主流教会的漏洞也很多 只有通过弟兄会跟这个敬前的圣洁的这个圣洁的系统的教会 才能够起到制衡作用 就天主教而言 各地的修会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的弟兄会 那么就这个东正教来说 各地的影修院也是相当于我们新教的弟兄会 那么就弟兄会的本身来说 我们新教来说呢 无论是这个普里茅斯弟兄会 还是清城道夫的弟兄会 还是摩拉威亚弟兄会 那么都是在中国之外 圣灵所兴起的这个圣洁的运动 那么这些弟兄会的传统呢 他们跟大教会不一样 他们不去遵循这个教会的机器 也不去走圣礼的路 也没有豪华的大教堂 也没有金碧辉煌的圣殿 他们都没有 他们在家里面聚会 他们建立小团契 所以我们从尼图森弟兄所 在这个拆会互相斗 这个互相分派分析 这个背景中 中国这个二十世纪上半叶 国破山河寨的这个民族存亡的这个背景中 他能够在福州古岭 他能在福州兴起了一个弟兄会的运动 在上海在南京 在重庆 在东北 最后在古岭 做的那么好的一个运动啊 他实际上是属于2000年教会史上出现了弟兄会的这个模式 没有圣灵在做工 凭他一个人是做不到的 他从十几岁开始 到他晚年 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一直到今天 那么这个弟兄会的这个传统 在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 那都在心性向荣的发展 我印象最深的是丁主教去世那年 我正好是在这个加特兰大 参加这个弟兄会的一次特会 我感动的是什么 四种语言 汉语 这个韩语 英语 西班牙语 四种语言 同声传语 我再一看几千个参加弟兄会聚会的特会 华人面孔三分之一 大部分都是黑人 当地的白人和不同的皮肤的 那么华人的弟兄姐妹们只有三分之一 我当时就从一个观摩者的角度过来看 这就是弟兄会 虽然我们叫地方教会 但是我从神学教授的角度来 这就是中国的brethren 我们中国政府也好 中国大教会也好 丁主教也好 我们只要有一点点历史透视的人 都看到圣洁运动是一个社会 一个教会 一个国家 必不可少的弥补 就像约翰威斯尼当时 用他的那个圣洁的运动 来弥补圣公会的漏洞 我们今天如果重视地方教会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 无论是大教会还是改革中 我们必须要尊重弟兄会的传统 它是一种敬虔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对现在 还是对未来 有一批弟兄姐妹 以团契和圣洁尊重在家宵禁父母 尊重邻居 遵守国家法律 同时尊重各种不同宗派传统的 这个圣洁的 这个传统的 敬虔的 那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说 离弟兄最早叫小群 可爱的小群 Little Vlog 虽然今天他们都避开 用宗派主义的称号 所以有好多名的地方教会 小群 聚会处 聚会所 招会 我相信他们都在做一个难得的事情 就是避免宗派主义 为什么有那么多名称 可能神学家才知道 离弟兄的错综 他怕走中派教会 怕走中派主义 怕三头凌链 所以他们不断地变换不同的名称 那么从神学上讲 他们就是弟兄会 就是brethren 他们不想派系斗争啊 所以呢 有一次我跟余杰林弟兄 主类的老弟兄 劳仆人 我跟余杰林弟兄 在2000年的时候 第一次见面 在洛杉矶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弟兄会 你们这个地方教会 你们到底是谁说了算啊 你们有没有一个领导层啊 他说我们地方教会 最大的优点就是 没有人说了算 如果有人说了算 就是主耶稣 我们都祷告主耶稣 如果是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没有人说了算 所以呢 各地有冤假错案 我们也没有人说去去帮他们去忙 这是我们最大的优点 也是最大的弱点 我们真是一个团企 我们在全世界各国都有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中央机构 没有一个领导机构 那么我本人花了好多年 见了余弟兄好多次 我都劝他 你们有没有一个中裁机构 有没有一个全世界的一个 就像耶稣 就像很多宗派一样的啊 信仪中啊 这个这个这个 圣公会啊 哪怕是复林中安息日会 他都有一个全球总会 长老会啊 都有一个 华副对吧 还有一个华副总部 你们能不能在美国或者香港 有一个全世界的招会的联盟 李弟兄 那个余弟兄跟我说 我们尊重使徒教会的传统 既然黎图森弟兄 当时是严格按照使徒教会的传统模式 哥林多教会 伊夫索教会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地方教会 按照这个模式 我们作为 我们作为地方教会的传人 我们就要持守这个模式 我们相信圣灵 居然在新约圣经中记载的那模式 有它的美意 我们就回到根本中去 至于以后怎么弄 我们在族里面彼此带导 用我们的词叫相调 我们哪个地方做的不对 我们圣徒们之间互相提醒 我们彼此带导 因为我们愿意在族里面保持一颗谦卑的心 哎呀 我是很感动 我都接触到这个宇介宁弟兄 威武成弟兄 林洪弟兄 欧阳弟兄 这些弟兄 我在过去亲自跟他们交往那么多年 你感觉到 还有何止监弟兄 我都感觉到 就像新约圣经似的 早期教会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他们也看到他们很谦卑 他们也承认自己哪个地方做的漏掉了 做的不够 就像使徒保罗 在这个保罗 使徒保罗留下那么多的话语 都在劝勉 弟兄们啊 你们要注意啊 有很多很地方的做法 就像我看尼图森弟兄 李长寿弟兄的书一样 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圣徒 也没有把自己当成最高权威 就像我们看加尔维一样 从来没把自己当成圣人 把自己谦卑谦卑再谦卑 所以我在想 我有个意象 如果地方教会在中国 有很好的发展的话 对未来中国基督教的影响最大的 就像圣阿塔拉修 对当时罗马帝国时期 大公教会的影响一样 所以我在祷告中想啊 地方教会在中国各地 更年轻 再年轻 他们如果能把尼图森 李长寿弟兄的这个 心火相传 传下去的话 对未来的中国基督教 影响巨大 这是一种灵性上的影响 一种敬虔的影响 一种圣洁的影响 可能神学上 他们没有这个 没有出现大学教授 跟系统神学家 但是他们在灵性上的影响 就像尼图森弟兄的书 影响了于国良博士 周永健博士 他们在六十年代当学生的时候 他们生命得到了造军 这就是我的一个印象 非常感恩 感谢主 感谢主